大家好,我是Edie,歡迎回來Live Channel 今天我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我有一個題目我想拍很久 今天終於有機會可以講這個題目的東西 就是關於畫畫的二、三次 這個系列就會講一些關於畫畫裡面 可能是你需要注意的東西 又或者我在學畫畫這幾年這個過程裡面 一些我自己的喜好、心得 或者是我發現的東西 讓大家一起可以交流一下 又或者認識我多些 可能有些題目我就會多一些 比較用對答的形式去分享 有些可能是會選擇去拍一些教學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為了讓這段片不會太長的完顧 我就選擇了每次會選兩至三個題目 而是一個系列去發佈 如果你是一直對畫畫都有點興趣 但是從來都是無從入手 又或者你是已經畫畫了一段時間 你都很想跟我交流一下畫畫的事情 這個系列都是非常之適合你的 那我們事不宜遲 這個系列就會陸續地推出 希望我會有恆心、有毅力地去完成這個系列 如果你是有興趣看的話 就記得追蹤這個系列 那我想一下今天我選擇了什麼題目去說 那第一個我想說的就是這個Watercolor Hack Watercolor Hack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我在畫水彩的過程裡 我覺得呢 我自己研發了一些特別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小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畫水彩得心應手一點 那第一個想分享的就是這個 這個看下去就知道它是一個調色碟 但是一般我們在香港買到的調色碟 都是圓形的那個好像一個花的形狀的調色碟 那在這個土地空間和美觀上面 我都覺得它是不太適合我 那所以我就很想一直都找一些長方形的調色碟 如果你有看過一些外國Youtuber的影片 那你都會有看過 可能別人會用一些長型的瓷磚的東西去調色 那我自己就覺得很漂亮 那我一直都找了很久 是一個合適的調色碟 那最後就竟然讓我找到 其實它本身的用途不是調色碟 這個是MUJI的白瓷碟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是讓人們放在浴室那裡 再放些什麼蕃茄啊 茄液啊 讓人們放在廁所那裡 洗手間那樣 那但是呢 我就覺得它很適合拿來做調色碟 因為它的表面是遲 那所以洗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而且不會好像膠那樣吃掉 第二就是它這裡是有少少深度的 那所以就不會好像一塊白瓷磚 那你怕它會滑出去 第一個MUJI調色碟 好 接著第二件事 就是想說 一個 我想應該沒有人想過這件事的 通常我們說水彩的時候 就會點點顏色 然後油 油完之後就洗筆 洗完筆之後 其實你通常都要找一塊毛巾 或者一張紙巾 抹乾你筆上面的水 然後再拿顏色的 如果不是呢 可能你那個水就會太多 適合在洗筆上面 那 所以呢 每一次說水彩都要預備一張紙巾 或者一塊毛巾 那但是呢 我就覺得毛巾 就始終都是 不是那麼好 那我最後呢 就竟然讓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 這些蛙棗的杯墊 那如果你知道呢 蛙棗就是一些吸水很厲害的東西 你吸了水下去之後 它是不會 不會濕了 那它是可以吸到很多水 很快就會乾 那所以呢 我就會放一塊蛙棗的杯墊在桌面 那當我要抹乾這支筆的時候 我就會 極速地放下去 那它都可以吸到很多水 那它就會這樣 沒有了 那我這筆呢 那個濕度呢 其實也不會完全乾了 但是就會沒有了那些 滴了水的情況 那而且也會環保一點 那所以呢 這些蛙棗的杯墊是非常好的幫手 那我這一塊呢 是在12元點買的 這個包裝呢 就是這個正方形 那它都有圓形的 那它呢 就會給一般12元的一些產品 貴一點點 這個是20元的 但是我覺得呢 都是非常之划算的 那 但是呢 有時候呢 我們會 在戶外 就是在外面 可能在cafe那裡畫畫 那 我就發現呢 原來呢 12元店呢 是有這些 小顆的蛙棗套的 那其實呢 它本身的用途 是被人放在鞋裡 然後吸濕的 這個是貓貓型的 那另外這個呢 就是 4條的蛙棗套 那它就是小條很多的 這個手指這麼大 那就可以放在筆袋 那它也是吸濕 都是ok的 我自己都試過是ok的 那 通常呢 我們滑水彩的時候呢 都會可能轉換不同的筆的 因為有些大一點的頭 有些小一點的頭 又或者是你要很快的嘛 那所以呢 你可能一支筆呢 就由黑色 一支筆呢 就由淺色 那你是想混合得好一點的 那 但是呢 有個問題呢 那些筆呢 它黏了一些顏色 又或者它是 你會擔心它弄髒你的桌面 但是呢 你沒有位置擺它 你怕它會合到其他東西 或者呢 那些顏色會 不見了 那 但是呢 在市面上呢 又好像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讓我們 好好地地拿著筆 那於是呢 我就想到可以用 這些筷子座 那這個筷子座呢 是這樣的 那它 有個兜兜 那兩邊都可以放到兩支筆 那拿著它的話呢 那你就不會弄髒你自己的桌子 那 還有 也是比較 就是方便 還有整齊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我是在花墟那裡附近 一些 賣瓷磚 啊 賣瓦碟碟那些的店舖 那都是很便宜的 那都是很便宜的